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套新闻 共和党国会全国委员会4号被曝 曾遭到网络入侵的攻击 导致几千封敏感邮件泄露 而案件已经在委员会内部调查超过半年 但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以及其他党内领袖 直到媒体曝光以后才得知消息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前播出的放黄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出席活动时 谈及美国外交政策 他表示总统特朗普正把美国回归到传统的领导角色上 此外他也指出欧洲国家批评华盛顿 没有从世界的利益出发是明显的错误 除了谈及美国政策外 蓬佩奥也大肆抨击伊朗 俄罗斯等国家 违反多项条约和多国协议 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 欧盟 非洲联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则变得腐败 蓬佩奥表明华府将采取行动 督促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为维护国际秩序而建立的机构做出改革 前总统老布什的灵鹫三号由总统专机从德州运抵华盛顿 共民众瞻仰 老布什的灵鹫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兵仪馆移送上灵车 随后车队开往埃灵顿机场 军方仪仗队将灵鹫抬出 灵鹫覆盖美国国旗 军方名放21响礼炮向老布什致敬 老布什的儿子前总统小布什及夫人等家属 在停机坪目送老布什的灵鹫被抬上飞机 一行人随后登上飞机前往华盛顿 大批民众到场送别 搭载老布什灵鹫的总统专机 于当地时间下午3点半左右 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随后老布什的灵鹫被车队护送至国会山 总统特朗普一号以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5号为全国挨岛日 联邦政府机构将关闭 股市也将休市一天 特朗普3号发表推特称 七太同布什家族一起向老布什致敬 老布什的葬礼将会以国葬形式举行 葬礼仪式将于5号上午11点 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 届时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出席 随后老布什的遗体将被运回德州 于6号在德州农工大学 以他命名的图书馆旁下葬 与他的妻子巴巴拉 女儿罗宾一同在此出场面 据国家气象局的消息 受来自于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冷空气影响 本周一场寒流将会席卷几乎整个美国 并可能会在周末给南部和东部地区 带来破坏性的暴风雪 5号起全美气温都会低于往年的平均水平 50周都会有地区的气温低于冰点 甚至包括福州和夏威夷 而从本周至下周 风暴预计会给南部部分地区和东海岸 带去大雪 雨甲雪和冬雨天气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一家基因编辑公司近日宣布 将启动一项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治疗某种遗传性眼疾的临床试验 相关申请已被美国的监管部门接受 据悉在这一临床试验中 基因编辑的对象是新天性黑蒙病患者 眼睛里的感光细胞 这是一种体细胞而非生殖细胞 体细胞的遗传信息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所以不涉及伦理道德问题 按计划 此项临床试验将招募10至20名患者 检验该疗法的安全性 耐受性和有效性 在美中两国领导人达成的 休战协议提振全球股市后 腾讯音乐集团有限公司 三号在美国启动了 备受期待的首次公开募股 筹资达12亿美元 为中国企业 今年在美国规模最大的IPO之一 仅次于流媒体视频公司爱奇艺 三月份筹集的24亿美元 以及在线集团折扣店 拼多多 七月份筹集的16亿美元 腾讯音乐旗下拥有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和全民黑歌 是中国用户数最多的前四大音乐产品 据称每月活跃用户超过8亿 美国航天局小行星探测器 奥西里斯Rex 昨天抵达了小行星贝努附近 约20公里处 标志着它进入与贝努半飞的状态 研究这颗可能威胁地球安全的近地天体 有望为研究太阳系形成和生命起源 提供新的证据 探测器预计会在本月底 进入环绕贝努的轨道 并于2020年伸出取样壁 取出小行星表面至少60颗图样 小行星贝努直径约500米 目前距离地球约1.22亿公里 其轨道位于地球和火星之间 它成为研究目标的原因之一 是对地球有潜在威胁 美国航天局认为 在2175年至2199年之间 被弩撞击地球的可能性为27% 4号 美国农业部视频安全检察局宣布 一家肉类生产商 日前正在召回510万磅的生牛肉产品 这些产品可能遭到沙门市军的污染 据悉这批被召回的牛肉产品 是在7月26号和9月7号之间生产和包装的 这些牛肉产品已被销往全球各地 去年10月份 该公司的牛肉产品出于同样原因宣布被召回 而这次扩大了召回范围 达到总量1200万磅 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显示 截至11月15日 25个州已有246人感染沙门市军 有56人住院治疗 福布斯杂志3号公布了2018年视频网站收入最高的博主榜单 因直播玩具开箱视频而出名的7岁美国男孩赖安独占凹头 年收入高达2200万美元 超过1700万人订阅了赖安的频道 美国演员杰克·保罗占据了第二位 他将恶作剧视频放在他的频道上 在过去的一年里 这位艺人获得了2150万美元的收入 并且有1750万人订阅了他的频道 深准达人频道获得了第三名 五位年轻人在该视频上发布体育杂爽的视频 有3680万人订阅了该频道 博主收入为2000万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中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中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